为了照顾丹青及弱势清寒学子 华莲县私立四位高中 每到春节前夕都会办理围炉感恩会 邀请全校师长在解业室当天 与同学们共享作菜 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已经连续第二年改为发放 吉祥平安餐盒 爱心不减持续鼓励学子努力向上 一定要把自己变得更想大 有机会翻译自己的人生 在20号节夜市的这一天 华莲县私立四位高中 特别举办了水末围炉感恩会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 只能一改过去在礼堂中 邀请全校师长与弱势学子 共享作菜的温馨画面 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改为颁发 吉祥平安餐盒 四位高中的这个水末围炉活动 是个非常有意义 而且有传统的一个活动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四位是一个 慈悲的三好的一个校园 我们关怀在学校中 可能是失去双亲或单亲的孩子们 我们透过一个这样子 岁末围炉的一个活动 让他们感受到四位永远是他们的家 那在这里可以很安心的 很勇敢的很有自信的成长学习 小小一个提袋里头却装满着学校满满的爱心 特别是由观光餐饮学成和伙食团的专业厨艺 精心设计出十样菜色 希望能用爱鼓舞弱势学童 期盼大家都能十全十美成长茁壮 并且心存感恩好好学习 新年快乐 幸福平安 记者徐立琴花联市报导